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Wonderful 多谢你来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而未订阅 欢迎你订阅 有你们的支持 我更加有动力发挥和分享生活及食物的资讯 今晚我们8个人来这里吃白人特价大龙虾晚餐 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吃晚饭 这里的装修都挺漂亮 张椅都坐得挺舒服 我们叫了个8磅大龙虾三食套餐 加多一个姜汁花甲蒸滑蛋 其实大龙虾的头、尾和钢 占了整个龙虾的大半 有多重? 8磅 不用加钱 不用? 你的餐是8磅 OK 首先来个姚柱海黄花甲羹 它的花甲羹味道中规中矩 没有腥味 不咸 有少少姚柱味 首先上桌的是大龙虾的其中两食 龙虾身是用美极做的 另外一个就是金蒜粉丝蒸头和爪 好 在这个美极龙虾身上 加了我喜欢的炸鱼仔 在这个地方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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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吗 我们都满意这个美极龙虾肉 龙虾肉有质感和大牙 对我个人来说有惊喜 因为它的甘蒜粉丝味道调教得很好 不咸还有蒜的香味 我都夹了两次粉丝来吃 值得一赞的就是这里的送菜一点都不咸 味道适中 它的牛柳粒肉质一点都不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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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苗粒肉质一点都不咸 豆苗炒得很清爐 口感不会硬 它的碟头都挺大 足够8个人吃的 虽然它是盐焗酒地鸡 它的味道只是咸咸的 因为它是酒地鸡 它的肉质是挺好的 加上很有鸡味 这里的菠萝菇拌肉除了有菠萝之外 它是有桥头的 这里的菠萝菇拌肉除了颜色靚之外 它的甜酸度适中 它的粉浆不会太厚 大部分的菠萝肉都不会拌住肥猪肉 这个蒸水蛋是另外加上去的 它这里的蒸水蛋时间控制得很好 口感好嫩滑 我们8个人都喜欢这个蒸水蛋 这个是大龙虾第三食 龙虾糕海黄炒饭 它的龙虾糕是走过油的 所以就不会腥 它的炒饭都炒得很干身 味道适中 我自己本人就一般喜欢的龙虾糕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和收看